电费账单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三元 这是什么店面吗 不是 这是彰化深港一名独居富人 这一期的电费 电费自动扣缴 事后收到收据看傻了眼 夫人说上一期七八月的电费 还不到三千五 这一期将近一万八五倍的电费 明代接到陈勤也协助了解 冷气 洗衣机 冰箱 都是高耗电的电器 夫人说他之前还换新的电器 一开始电费降了 现在却突然暴增 三次确认账单还比对去年的用电 记录没有错 台电指出电费分级计算 一千零一度开始每度八点四六元 用户三千零六十三度 其中一千多度都是这个电价 这个用户去年他在第六段的部分 有三百一十度 那今年在第六段有一千零六十三度 他去年的用电度数 跟今年的度数是差异大概七百度 分析原因 屋内原本有两台冷气 后来他又加装了一台变频冷气 旧冷气平时没用 房间当储藏室 但是亲友回来短住的时候 可能开了一整天 使用的是非节能变频冷气 应该就是他是个吃电大魔王 TBS新闻 陈志仲 吴淑平 彰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